哈喽,今天本来是想跟大家分享身体护理的 可是我来大姨妈了,我从早上一直躺到了现在 现在已经四点半了,要是分享身体护理的,我估计肯定来不及了 就后边再跟大家分享吧 今天跟大家说点轻松的,来分享一波美食 就可以在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吃,也可以当做年货送礼的这种 第一个呢,是每家每户过年的时候应该都会准备的 瓜子 这个我前两天视频里拍好多人都认出来了 就是这个叫三胖蛋这个品牌 我吃这盒是原味了,它里边没有加任何调料炒 但是特别香,我也推荐你们买原味,原味的最香 好多原味瓜子就放时间长了,它会有一种怪味 就吸附了可能空气当中一些不太好的味道 然后那个瓜子的味就变了 但是这个就好像刚炒出来的那个味 它的包装就拿到的时候不是这样,它是这样 它是全素风包装的 就跟那个罐头一样 哎哟,瓜子的那个包装也都是这样 就把空气都抽没了 打开之后南瓜味特别浓 就好像是刚刚炒出来的一样 南瓜则的也很好吃 这个是盐焗的,比我之前吃的五香的好吃 完了,我不应该第一个拍这个 我感觉我要停不下来了 好,不吃了 打猪不能再吃了 这小盒也挺好的,吃完了可以直接给它扣上 然后不容易传味了 第二个跟瓜子差不多的 还有这个爆米花 这个爆米花之前有给大家看过 特别说一下,这个爆米花 胖的人跟瘦的人,它吃法是不一样的 像瘦的人呢,可以这样 直接上里边抓着吃 它就这样吃 那如果胖的人呢,手是塞不进去的 你只能这样吃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逞强自己 要不然这个口容易卡住手 至于爆米花的味道呢 你要说有多出众,其实也没有 它就是那种,就是电影院里边那种爆米花的味道 就适合过年过节的时候刷具可以吃一些 也别吃太多了,因为有点甜 这个烤鸡背也很好吃 这个盒里边是空的 我现在吃了好几只了 好像丁箱里还有一只,我拿一下 它里边有几只是这样的 就是纯鸡背骨 但它肉不是很多 就是贴着后背那一流特别薄的肉 但是很好吃 它是那种就炉灶里边烤出来的那种味道 有一种炉灶的那种灶气味 我觉得这个还挺香的 基本上自己就已经不用再加什么调料了 只要把它拆开,然后剁开 直接搁微波炉加热一下 如果喜欢吃辣的,可以再放点辣椒面 因为它都是腌好的 那个香味还是挺香的 这我就吃生意吃了 这边是一些年货礼盒 自己吃也行,然后送人也行的那种 像这个包装做的很好看 这是李子柒他家的那个 然后我发现里边有好多都是我之前吃过的 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红糖姜茶 今天我来大爷妈也是喝喝他家这个 他家的姜茶那个姜味就做的特别的浓 里边喝着可能会有点辣口 但是驱寒效果是真的很好 还有他家热卖的这个桂花坚果藕粉 两盒豆浆粉 里边还有酸辣粉 酸辣粉有三包 但我已经吃两包了 这个酸辣粉还是味道很不错的 然后还有他家这个螺蛳粉 螺蛳粉呢 味道还行吧 它不是我吃过所有螺蛳粉里边的味道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我觉得还是哈罗会的那个 还有一包枣干 还有一副对的 对联就不用买了 里边有八个胡包 一副扑克牌 过年用到的一些东西也都给准备了 大家做的这个礼盒我觉得还算平时 真的能吃到的 有的礼盒可能包装做的很好看 但里边的东西可能一年也吃不到几次 这种的就比较鸡肋 那酸辣粉啊 过年的时候是吧 要饿了的时候就马上能吃一包 说到红包 如果大家要单买的话 我推荐你们一个红包特别有意思 从外边看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个之前给大家看过 然后后边还有一些其他款式的 它是把一百元给露出来的 一百万个亿 还有这样 一百万现金红包 微信转账一百万元 还有道账一百万 三百两 我觉得它挺有童趣的 这个红包什么时候都可以用 大家可以自己背一些 然后如果说你平时也不怎么用红包 过年用几个就够了 大家也可以买这个六个组合装 六个组合装只要四块多 还可以大家做了包邮 它还有三十个和六十个的组合 就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这个我自己就入了三十个 反正这种呢也不会过时 就以后囤着用了 还有春天和对子 这个也是去年给大家上过的 我去年买过的 你们看一下那个字的文字 如果要是一样的话就别买了 如果没买过的话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 它质量确实做的是非常好的 那个纸质感很好 盒里边它也会送一些红包 这个红包就是那种 这样子 故宫氛围的 这个是一桶奶茶 圣诞节的时候给大家做过一次抽奖 这个奶茶呢 跟之前那种冲的奶茶不太一样 它是奶跟茶分开的 这里边有一个奶包 这里边都是奶粉 然后这个是茶包 它里边是茶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来调节茶的浓度 不喜欢茶味太浓的 给它泡一泡 给扔出去就行了 还是挺好喝的 尤其是这个桃子味的 很香 当一妈的时候就是喜欢喝一些 奶茶啊 甜的啊 蛋糕啊 要不然心情真的会特别低落 这个紫光园的礼盒 吃的我给放冰箱了 为大家看一下 之前我在视频里面有给大家都分享过 这个是五香牛肉 就可以直接切着吃 然后也可以呢 把它切成碎块 做那个牛肉面吃 就野哥教个教程 这个很好吃 这个是浇麻鸡 就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做好多菜嘛 有一些菜就一个一个都自己做 肯定会特别费事 你要自己做个浇麻鸡 怎么从食材 然后到最后做好了 也得一两个小时 这就是现成的 直接给它一热 然后放点葱片就可以了 味道还挺好吃的 还有这个是红烧金头八脑 这个也不用我多说了 你们都吃过 羊杂 羊杂汤 自己饿了的时候可以来一碗的 还有虎皮凤爪 就可以当一些小凉菜吃的 这个紫光园是冷链运输的 然后它里边还会送一个保温袋 如果你要是给家人买的话 你就直接拍一份 给孙到家里边就行了 如果说你要想手提袋 去别人家拜访的话 那你从冰箱里边拿出来 然后拿这个保温袋走到他家 这个温度也还是可以的 这个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就可以当钥匙扣 然后有一个小金币 然后上面是一个牛 这好几个款是有失钱币的 然后我挂了一个这个平安的 这个牛特别可爱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牛 但是我觉得这个牛 没有这个牛可爱 是吧 这个牛更萌一些 足金的 有一个小证书 就可以当做礼物送 这两个是新的 我到时候在点赞里边抽奖送给大家吧 那今天先说到这吧 可能视频已经拍不完了 其实还有一些 大家可以去看店铺的详情页 都是过年的时候 给大家选到一些我看中的 外边还有好多快递没有拆 可能外边还有一些样品 反正我选中的 我就直接同步进去了 今天是16号嘛 就每个月的16号 是我们微信群里面的密牙日 会有一些超值的秒杀活动 在群里面通知 如果说你加了我微信 还没有拉你进去的话 可以私信我 到时候拉你进去 然后这两天呢 我看有朋友反馈 加我们店铺微信的时候 就加不上了 可能是因为就加的人太多 他每天都会有通过的限制 就如果加不上的话 大家可以就过两天再加 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双 我很喜欢的鞋子 像这种的小皮鞋你们会喜欢吗 就是特别精致的那种 它跟掰饭的那个形 几乎是差不多一样的 它方头的 然后配一些牛仔裤 很好看 这个白色的也是 我之前看了好多款掰饭的 还有私家图的 最后看了这款 现价比特别高 然后皮质也特别好 这个是进口的皮子 就品质感非常好 而且又不贵 它们年底做清仓 这个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如果说人多的话 我们下周周三的时候吧 给大家把这个做一个团购 明天我可能会拍一个拆箱 因为外边堆了一大堆快递 后天就是周一了 周一大家嘱咐 我会清洁一下玻璃 把这个家里边所有的窗户都擦一遍 然后我买了这个擦玻璃的机器人 到时候你们想看测评的话 可以看一下周一 过了周一之后 咱们就把这个身体护理方面的 什么去兜叶啊兜坑这些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在后边 如果我有落过什么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评论提醒一下我 我就在后边 把这些内容都安排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了 大家再会休息啊